黄市长 老陈 你也看看 好啊 我们这一趟没有白来 林书记不在家 好在我们市里几个领导都在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黄市长 您这趟回来的好 您不知道 这件事情不经过认真的调查 我们很难讲得清楚 就像三讲 一个大齐 我已经知道了 是个人的大齐 他呢跟我讲 前几年啊 有人写密明信 说他呢 贪污了一万多块钱 当时市里也查了 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 结果呢 这次三讲 给兜出来了 市里面这次查的严 还花了好多差点费 可是查到最后 没他什么事 大齐后来告诉我 要不是有三讲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 戳他金轮鼓呢 行了 说这些呢也没什么意思 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会议内容 没看出什么问题 那好 调查就此告一个段报 老徐啊 您看 是不是用您写一个调查报告 把今天我们的前前后后 简要的概括一下 备个案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就走吧 您再休息吧 我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再给您谈一个赞助项目的事 改天吧 成了 来 好好 这边走 这边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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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老师您慢点啊 今天我可以休息一下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樊主任 谢谢啊 王主任 高经理啊 王主任 你记住 这次你是侥幸 以后我会盯着你 放心 这种事故不会再出现了 实际者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吧 我真的很佩服 你和晓阳这种经验精神 我跟长路讲 你瞧见省里的记者 水平呢 就是比我们的市里的记者 高出一截了 是啊 那个池记者 您大人呢 不记小人过 别记得那回事了 好吧 明天我到市里 向您郑重其事的赔礼 算了吧 再见 好 再见 好 高总 也许 我还会再来的 欢迎啊 池记者 再见 小虎 小虎 我不想 听住 我 王市长 如果没有什么新疆事 明天我就会去书 住两天再走 平常你们这些审报的大记者 我们请都请出来 这次来了 就好好看看 其实我们戏平 还是有很多值得报道的地方 这个杨记者 还没有联系上 王市长 这次来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您了 你这么说 我就不敢当了 我们接触的时间还短 时间一长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这个人 还是有很多缺点 这样吧 等你下次来 下次来我们好好聊聊 我以前也当过记者 这样 黄市长 老车 这两天因为工作太忙了 有没有不想去看老太太 我正好准备明天下午走 上午去看看老太太 你走以后 老太太和小文 我一定会照顾他们 另外你放心 女性的事情 等广州那边调查 一有结果 我马上通知你 好的 那就这样 诶 黄市长 那我先等了 郁静同志我是借了他 但是不收 不过我知道 他是个出类巴翠的同志 这怎么没信号啊 杨姐你要不然到外面试试 看来这里也住不成了 来 喝点水 矿人想干什么 还要斩尽杀绝 听说 市里来人了 还有省里的记者 专门来调查这次事故 一早啊 矿生就传达到了 谁也不准 和市里的人 省里的记者说话 要是问到了 就说 什么都不知道 搞得可紧张了 省里都累人了 矿生能瞒得过去 怎么瞒不过去 他们的招多了 要我说 咱们也是搬回去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就不信 他们能把咱们给吃了 靠山里边 还有一个工棚 比这个大 喂 我是杨明丽 你在哪呢 怎么手机都打不进去 我不想理你 不理也得理啊 小杨 我说你干嘛 非要回来不肯呢 我愿意 喂 喂 小杨 你听我说 我回来以后呢 就找到了黄市长 下午黄市长就带着人去了 北山柳家摇矿 是啊 我也去了 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正在调查 不 这次调查的非常仔细 看来确实是死了八个人 嗯 小杨 明天 我们可以回去了 不对 我已经找到第九个人了 第九个 我找到姓芳了 我现在就在他们家里 他跟我说 从出事那天起 他对象李向虎 就没从井里上来 你 张总 事儿都弄塌上了 咱们怎么乐啊 想怎么乐怎么乐吧 张总 接着喝什么 随便想喝什么喝什么 走走走 喂 林丽啊 你到底在哪里吗 过来吧 我等着你呢 咱们一定得好好谈谈 你听我说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池立强当时也在场 他也知道 只死了八个人 多一个也没有 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事 咱们 咱们总不至于为这么一件 这件事情而闹别扭吧 你听我说吗 喂 喂 你愿意吐在爷爷上吗 那当然的 爷爷我跟你说 前几天 我妈妈还骂我呢 说我把他们忘了 我跟我妈说 谁叫你们从小让我跟着爷爷奶奶 我是爷爷奶奶的孩子 不是他们的 我妈听到快气死了 你愿不愿意再给你爸爸妈妈住呢 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没有 那你是不是烦我了 疼还疼不过来呢 怎么会烦呢 那你为什么捏我走呢 哦 我是说 万一 爷爷要是离开你了 干嘛要离开 爷爷 你是不是要调到工作了 也许会的 那是不是要离开西平 不住这儿了 对 那我就跟着你转学呗 反正也不止一次转学了 不 我和奶奶还住这儿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房子 嗯 可是 可是我也不舍得离开你 也不一定是调动工作 也许 爷爷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要真是那样的话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还有 还有和奶奶一起去看你 那些地方 是不随便让人去的 也没有电话 书记肯定有电话 爷爷 你要叫到哪儿去 我 我只是 说说而已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要不要我给你谈一遍命运 看看我有没有长进 爷爷 你不想听 他呢 给爷爷谈一首 被不分的 命运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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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也该到了吧 师傅 尽量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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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萍 秋萍 林丽 秋萍 真的是你啊 那么巧啊 这么大小 是啊 都这么大了 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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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上街别乱跑啊 知道了啊 快来 放下放下放下 秋萍 你这结婚可真够早的啊 对了 你现在这在哪上班啊 没上班 在家带孩子呢 对了 你结婚没了 还没呢 这位是 这是我报社的同事 石立强 老石 我的老同学 好朋友 对了 你是不是在省报工作 对啊 暂当记者嘛 这次啊 是出差才回来的 对了 我经常向同学 打听你的情况 这次回来 你怎么不跟我联系联系 我呀 跟他们听你啊 都没什么可以联系 嗯 这不咱俩找吧 嗯 对 对 春的报社以后 真的特别的好 嗯 哎 现在看你的样子 过得不错了 还行吧 哦对 你有没有时间 咱俩拿来 现在啊 有现在可不行啊 我这还有事呢 那好吧 那你给我留个电话 嗯 我也给你写一个 好 我给你一张名片 行 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有事呢 打电话给我 好 我也给你留个电话 好 来 写个名片 好 哎 记者 这两天 一定给我打电话 好 没问题 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就跟蘑菇缠生意吧 哎 崔英 嗯 你听我的 明丽过来 你还这样好不好 加一个明丽啊 加一个新吃 打给黄师长 嗯 喂 黄师长吗 啊 我吃点香 哦 什么 不会搞错吧 是哪个锁 黄师长 现在说话呢 也不太方便 但是可以肯定 名单上 没有这个行李的 这样吧 我立刻派车去接你们 你们先到我家来 好 一朵 没有这个行李的 我 我 没有这种行李 听说话呢 我 没有这种行李 看来 他们还真是做了手脚 居然连我也被他们骗了过去 黄市长 这次手脚还很不一般 华明册 账本 火化单 全都想到了 据说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黄市长 他们报的死亡名单上 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但是据我们了解 好像附近村子里也死了一些人 现在有名有姓的 你们知道就是这个吗 对 叫李向虎 如果真的死了几十个人 又一再地难报 这个事情的性格就非常的严重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先不要惊动他们 因为现在所能确定的 只是一个人 这样架在一起 不过死了九个人 他们还是会想到 种种理由 对 这件事情呢 先不要对别人讲 我派几个人去暗中做些调查 看看除了这九个人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争取多搜集一些证据 然后统一行动 你们看怎么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们明天走啊 不走了 我们继续采访 再待几天 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旷舍的形势还是很复杂的 这件事如果真的是一次特大的事故 那么就会牵扯到不少人的既得利益 那绝不是砸了饭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特别对你们的安全担心 尤其是小杨 我不怕 怕呢我就不回来 还是要注意 要相当的注意 这样 我给你们一辆车 再给你们一个名义 这个名义呢 就是帮助势力 做一项有关 经济发展方面的专题调查 准备写篇报道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下识者呢 你看了 或者 也只想专题调查 可以啊 黄市长 那 那徐乙萍呢 你认为 怎么跟她解释好 黄市长 您应该了解 义萍吧 我再了解 也没有你了解 我觉着她呢 有点变了 尤其是这半年多 黄市长 义萍呢 是您培养的 又是您提拔起来的 您可要对她负责任啊 能负责一辈子吗 徐义萍同志 是我们义萍市 政府领导干部当中 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 最具有培养前途的一个 什么时候她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毫不奇怪 不过 这两年西平的经济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每一个干部 都要经受一次 非常严峻的考验 所以 对世界观的改造来说 那是 一刻都不能放松的 夏虎 是你答应带他们去钱庄的 姓芳让我去 姓芳让你带他们去 你就带他们去 你呀 非闯大祸不可呀 爹 夏虎连把骨灰都没剩下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还是可以的 看看 这个 都是好的 行 行 晚上睡觉以前 这把门检查好 锁好 那大扣要搭上 还有热水 你抓紧点 早点休息 明天早晨最好早点起来 好了好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过去 行吧 早点休息吧 站住 你就这么走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你过来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把我一个人 甩在火车上 你就走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不是倒过家 我没有按员 我看我 这种人 没什么事 我帮我 我当然 我 没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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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记者分两种 有一种呢 不过就是回端子的 别挺忙 每天赶赶场 比如说一上午 再开两三个发布会 研讨会之类的 到处签个字 也分劳务费 反正都是通稿 拿回去一发 完成任务了 这不叫记者 这叫卖版面 当然 人嘛都不能免苏 老池 我不会做那种 卖版面的记者 我想做有深度的报道 我知道那种报道 是最考验记者能力的 对 这才是真功夫呢 什么叫有深度的报道呢 北山柳家窑矿这件事 我估计就有深度 为什么他们敢瞒报 为什么又能瞒得住 说真的 我到现在 也没弄明白 老池 你不会是把我支走 一个人想弄清这个深度吧 我还没那么自私吧 哎呀 我只是弄不清你的想法 人和人嘛 价值观也不一样 早早休息吧 另外 明天别传得太乍眼 也别显得太漂亮 休息吧 老池 嗯 你的书 就算火车上的事 向你道个歉 就是来 送你了 好 通了 让他来 明丽呀 你马上到姐这来一趟 哎 对 就现在 你姐我快死了 再不来 你看不着我了 哎 你把那个姓直的也叫来 哎 你表姐要我去干什么 去呢 你不就知道了 哎 今天会不会有人跟踪我 去旧中天 不怕有人跟 你表姐的高威权的关系 立切吧 我叫你来一趟 这么难呢 我说不是来了嘛 我说不是来了嘛 本来啊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后来又一想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后来又一想 有名利在 更好 是说 两年前的事 是吗 两年前 你举报我 经营业总会 容留妇女卖淫 幸好我这个人 吉人天象 这福建 海南 泰国马拉西亚 我去过很多地方 我走哪啊 都爱球签算卦 这卦上说我 遇到难事 肯定有贵人相助 他还真灵啊 那一次 要不是有贵人助我 兴许啊 我这个时候 还在橘子里呢 你找我来 是想当着小杨的妙 说我那个时候 在你这儿 找过小姐 一个不够 还要两个 说我这个人 表面上 正人君子 实际上 难道理成 是吗 你这个人 总认为自己 比别人聪明 当着我妹的面 我给你平反 还你清白 告诉你吧 给你单位鞋 诬告你信的那个人 就是我 明丽啊 姐说的是真话 他人挺正的